若没有这两个人,大清朝根本无力支撑最后五十年,但还是来不及了李鸿章,丈夫只手霸无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注使三千里外遇封侯,并须截足随途记,那有贤情主也欧笑止卢沟桥叛路,有人从此到盈州,入都日耳曼民族在铁血载向彼斯迈的引导下,一路向法兰西进发, 此时在未来被人们誉为东方彼斯迈的满星重臣李鸿章,也率领着他的亲军江淮铁骑,大张旗鼓地向天津城开拔,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了人生中最风光的二十五年此时的李鸿章四十七岁,此前李鸿章已经在总督的位置上待了八年在此期间立下赫赫战功,先后被朝廷封为伯爵,太子太保, 大学是天津匠案事件发生时,李鸿章正就职于胡广总督正率领大军向西北进发,为朝廷平定叛乱。 在出征的过程中,接到朝廷的调军令,连忙调转码头率领军队回到军机附近,紧急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军队作战事件。 逐渐平息后,两江总督腊心仪谈遭暗杀,这场轰动全国的刺杀案,监视甚广,涉及到从朝廷到地方,从军队到民间,乡派系与其他派系,甚至外国天主教派等,许多敏感尖锐的问题。 朝廷只能命曾国藩接任梁广总督,并令其快马加鞭早日赴任此时,直立总督的位置被空出来,李鸿章接替老师曾国藩的位置走马上,任李鸿章曾在1868年,接过老师两江总督的班此次调任,已是第二次补老师的缺。 李鸿章来到天津特地前往老师府上拜见曾国藩,与李鸿章接触多年,早就摸清了弟子的脾气秉性,见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匆匆而来不等弟子开口,就率先问道,你现在来到天津,已成为大清外交的关键,如今我国实力大将,外国人时刻准备,谋起我国你犯,吓得每个小错误,都会成为动摇大局的因素。 你今后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有什么打算吗?李鸿章毕恭毕敬地说,弟子就是因为这件事,前来请教老师的曾国藩十分了解弟子的脾气直言道,你既然已经来到我这心里,一定有了打算不妨说出来让我听听,李鸿章说,我也没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跟洋人打交道,不管洋人怎么做,我都跟他打痞子枪,这里的痞子枪,指的是安徽方言,也就是有嘴滑舌的意思。 曾国藩用手扶摸胡子,并不搭枪过了许久,才慢慢张嘴说道,我不明白,你怎么打痞子枪,你先对我打个痞子枪让我听听。 李鸿章仔细一琢磨发现不对劲连忙改口向老师赔罪道,弟子只是随口胡说的,还请老师多多指点,曾国藩继续抚摸,这胡子,看了得意门声许久后才说道,照我看还是坦诚相待比较好。 我想洋人,也是讲诚信的圣人曾说忠义,诚信可以在蛮荒推行这句话总没错误,若没有切实的力量不论你如何装相做事,让人看得透彻,还是不管用的,倒不如以诚相待跟他心平气和的讲道理。 这样做虽然不能从洋人那占到便宜,但也不会吃亏,不论如何信誉总是占得住脚的,脚踏实地总比打痞子强靠谱得多。 李鸿章得到老师教会后联盲答语道,老师所言即是学圣经后,将会按照老师的指点形式,李鸿章与老师会面的细节,在其老年时,曾讲述给他的下属吴永吴永,将李鸿章讲述的细节记录在案,收录在自己的著作,庚子西寿从谈李后世学者。 根据这则记载,有人觉得李鸿章在人品方面远远不及歧视曾国藩,也有人觉得李鸿章在袁华贯通方面,却胜了曾国藩一筹众说纷纭。 实际上,在这则记录最早期的版本中李鸿章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老师对自己由羌华调的批评。 李鸿章曾告诉属下吴永,我在老师这里碰了钉子,得到了教训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但是仔细想想老师的画者实在里是无法颠覆的其后。 我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不论面对英国、俄国、德国还是法国始终遵守着老师教导我的不二法门, 仅用一个成字与外国人坦诚相待这样做。 果然没错,而且还经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效古代人,说一句名言,可以践行终身的确很,有道理倘若不是我的老师拥有目光软件, 又怎么能一句话点破关键,让我不至于误入歧途呢? 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曾对其评价道某国之中之人之名自愧不如人辅,同心若今功错弱时,相其无负平生。 李鸿章,自己也曾对这个老师评价道, 师是近三十年新进火船,注视铁魏们生长,魏宁镇九万里内安外攘矿是南逢天下台, 其实不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皆是大清难得的栋梁之才,也不是寻常百姓能够看透的人物倘若。 不是这两位政治家在满清末期与外国列强交涉,恐怕满清根本无力支撑五十年早就沦为侵略者们的盘中餐。 李鸿章,赖麒麒麟此前写了一首林中诗诗中说道,牢牢车马为黎安林释方之,亦死那三百年来,商国不八千里外调民残。 秋风宝剑孤陈类落日经其大将谈,海外陈飞游为西朱居莫座等闲看, 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还是来不及了大清朝注定会走向末路。 中文字幕提供